好的 距离管虎上一部的作品老炮的上映已经过去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而在沉淀过后 他的新作八百也于近日正式启动 这一次管虎把时间点倒退到了更早的抗战时期 没有演员助阵 也没有嘉宾站台 导演管虎站在几张1937年的黑白老照片 电影美术设计图等组成的背板前 宣布电影八百正式启动 八百将以抗日战争为背景 讲述了1937年松库会战期间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抵抗30万日军进攻 并奋战四天四夜的故事 通过该片 管虎希望能够让活在当下的人们 重新体会抗日英雄的世界 为了做到尊重历史 重塑历史 剧组已经一砖一瓦搭建了200亩的场地 人工开凿出了一条新的苏州河 并对两岸建筑进行了还原 而发布会的现场 管虎也希望对外招募一千名形态演员 跟随剧组一同走完这段路程 我们希望不要再让一堆业群演员 换上衣服来到那儿吃饭 那儿演完了就走过场 希望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表演 愿意深入历史 这个标准就是一个业群 值得一提的是李怡峰软惊天星 后微博转发了管虎的招募视频 此前有传言电影将有八大男主演 而两人也将加盟该片 不过当天管虎并没有对外公布演员阵容 约了星天地 北京采访他 这次是李怡峰软的招募